Adam林冠与吻戏惨壮张楚山鼻子!声色初吻遭窥宛如处男! 凶狠杀手Adam林冠与新戏《浪花男神》中饰演救生员教练,在墾丁Long Stay一整个月,日前终于完成拍摄,回顾这一个月拍摄的生活也让他和同剧演员们建立好感情。 休假时会和吴欣蹄、李向哲、张楚山等人会相约悠有肯丁,几乎把整个肯丁都跑透透,笑称自己可以出一本肯丁旅游书了,而热情的南台湾让他晒出有黑健康肤色,回台北时却求被发型师差点认不出来,笑亏一个月前为细琴晒灯,一个月后需要一台美白鸡,让那等林冠与笑称欢迎。 欢迎厂商找他代言晒白鸡。 对Adam林冠宇来说拍浪花男神最大的挑战就是吻戏,开拍没多久导演就安排了吻戏,而个性木论老师现实生活上感情经验也不丰富,导致自己过度紧张。 第一次吻时就惨撞女方鼻子,让导演傻眼又好笑的亏她是处男,而关羽也担心自己是不是动作太大让张楚山不舒服,很细心地和张楚山讨论什么角度比较合适,让一旁的工作人员觉得她好绅士,有一种初恋的感觉。 后来在导演的调整下完美的呈现浪漫又生涩的初吻镜头,没想到这一吻还真的是Adam林冠宇的荧幕初吻,被工作人员笑亏她还真的宛如处男。 拍戏期间Adam林冠宇也不忘定时发脸书,IG和粉丝分享在墾丁的生活,笑称在度假村拍戏时,游客真的以为他们是救生员,常常跑来询问他们, 某次一位爸爸带助女儿向Adam林冠宇要救生圈,后来解释自己是演员后小妹妹却突然对主Adam林冠宇说出爸爸,你看这格格的胸部好大,让Adam林冠宇害羞地觉得自己被小妹妹聊机,意外被笑成波霸男神,也因为健康帅气的外形,加上有黑的肤色让她还没回台北就接到多场品牌活动标志。 一从肯丁回来就马上出席多场时尚品牌活动,甚至还接下广告拍摄,让她直呼超爽。 日前也在台北正式完成浪花男神的拍摄工作,正在筹备下一部作品也跟经纪公司请假要去澎湖玩,但被经纪人吓达进黑令,笑称她在黑下去灯光湿会很头痛,让Adam林冠宇笑称自己去澎湖可能真的变人愚,只能躲在水里不能上岸晒太阳螺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